国资书写社保 能否缓解民众养老金缺口 整个社保基金 是可以增加 差不多20万亿的 收益 对社保基金的信心 是一个非常大的提振 国资化转社保基金的背后 如何保障未来养老金可持续 社会养老保险 它只可能保险 这一定是多成这个制度 全世界都是这样 在中国更加是越来越来越 会议全球精英 聚天下才智 欢迎来到财智经营会 最近民众广为关注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一组最新的数据显示 2016年年底中国64以上人口的数量为2.3亿 占到中国人口总数的16.7% 专家预计20年后 这一数字将会攀升至4亿 而未来5到10年 中国养老金缺口将会达到8到10万亿 面临人口老龄化 养老金穿底等难题 中国该如何破局 近日针对养老问题的一项重大改革落地 画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正式出台 明确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 金融机构股权的10%纳入社保基金 那么这一重大举措将会释放多大的红利 能否缓解民众养老金缺口呢 中国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 根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2016年 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2016年底 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3亿 占总人口的16.7% 专家预测到2052年 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总数将会达到峰值4.87亿人 人口老龄化率将会达到35%左右 而清华大学人口和人力资源研究院就预测 未来的5到10年当中 中国养老金缺口大约是8到10万亿 过去这个老年人课程 7%增强到14% 就加倍 我们只花了20多年时间 别的国家 发达国家 他们只花了50多年到80多年的时间 日本美国 他们先富裕 先发展起来 再老年化 我们只没有富裕 就已经老年化了 养老金关乎每一位民众的切身利益 如何保持可持续 日前中国国务院正式发布了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 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划转充实社保基金 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 社保体系起步的时候都有一个缺陷 1997年起步的 那么以前的人没有交养老保险 这就带来代际平衡问题 实际也是代际不公平 那么这些人他们没有交的时候 是由企业和国家负担的 最后是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国有资本 那么划拨国有资产 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这些适从上交造成的缺口问题 要及万亿的规模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既是为了化解转轨成本 也是为了降低下一代人的养老负担 能否真正缓解民众未来养老之忧 你要知道我们国有资本有多少 我们有140多万亿 另外还有这个所有权的收益 也有将近50万亿 如果这两项加起来 都这个化转10% 那等于整个社保基金呢 是可以增加差不多20万亿的这个收益 那么这个对我们 这个对社保支出的信心 是一个非常大的提振 但是国资充实社保基金 可谓一波三折 早在16年前的2001年6月 中国国务院出台 简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用国有资本来筹集社保资金 方案出台后 对资本市场造成很大冲击 因此这一政策不得不中断 2009年中国财政部 国资委证监会和社保基金理事会 四部门就出台了 境内正确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 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王忠明日前就透露 至今为止的16年间 大概只有2500亿到2600亿的国有股份 划拨进社保基金 2001年那个时候 资本市场对这个做法也比较抵制 所以这个政策 大概不到一年就终止了 后面2009年也有一个举措 内市都是以上市国有企业的股权 只是说过去叫减持 后面叫化转 所以这个实际上的力度都不大 所以对社保基金的这个帮助有限 那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国有企业资本的10% 不是指上市企业 所以这个力度非常大 专家估算 从目前公开数据来看 划拨国资充实社保新方案实施后 资产规模大概在7万亿到9万亿 这场及时雨 或许能解决当下部分省份 社保基金入部付出的问题 又能给民众吃下一颗定心丸 因为这个国有资产 是广大这个职工 劳动的成果 另外一个也是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应该让大多数人分享 这个改革开放的成果 分享这个国有企业的成果 所以胡拧着拿后面来讲 这都是应该的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 而且政府也早就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 只不过是这一次 这个正式的一接种方式 做了一定的规范 未来可能还有新的动作 社保基金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增速 个别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花完 这是目前中国社保基金面临的重大难题 从2002年到2016年这15年间 中国各级财政对养老金补助已达3.2万亿元 而此次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充分体现了代际公平和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但是中国人社部部长尹未明日前就画出了 今后一段时期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 其中包括完善统胀结合制度 出台延迟退休年龄等备受关注的改革措施 那么国资划转社保基金的背后 如何保障未来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日前中国人社部发布 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显示 2016年中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5.36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14.1% 总支出4.69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20.3% 基金累计结余为6.64万亿元 但是个别省份养老金结余已花完 其中收不抵支的省份由2015年的6个增至7个 分别为黑龙江 辽宁 河北 吉林 内蒙古 湖北 青海 而黑龙江不仅当期收不抵支 且累计结余已穿底 见账232亿元 省级的结构性不平衡 这个情况已经出现很久了 一个基本的解决的办法 就是我们讲要实行养老金的全国统筹 大家也知道我们最近也出台了 初步的方案 就是要搞一个养老金的中央调剂金制度 这样就可以把有结余的地区的省份 一定比例的这个养老金 调剂到中央统一使用 可以来满足这个养老金有缺口的地区的 随着化转国资充实社保基金后 中国的社保制度将面临怎样的调整和改革 此前中国人社部强调 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稳步提高其他险种统筹层次 缓解地区间基金收支矛盾 而下一步将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推进应保进保 形成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 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三大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要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险 包括这个商业保险 国家应该继续加快出台相关的金钱 支持商业保险的发展 因为我们实际也不要忘记 社会养老保险它只可能保基金 所以一定是一个多层次的制度 比如说延长退休年代 该交费的度业交费 还有一个就是包括经济的发展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养老保险 社会养老保险它的保障水平 应该是科学的调整 专家建议将现行城镇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和行政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社会统筹基金 改为城镇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缴费率从28%降为20% 单位企业和个人缴费比例 分别为14%和6% 将现行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行政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的个人账户基金 变为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缴费率从8%增加到10% 单位企业和个人缴费比例 各为工资总额的5% 积极支持商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所以未来要改革的话 一方面就是 怎样能够合理调整 这个缴费的这个比例 还有这个缴费基数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养老金的这个保值增值 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是否开放资本市场 让养老金进入这个股市等等 要探索多样化的这个策略 来让养老金增值 这是一个 第三一个就是 我们养老金的这个管理单位 还是比较低 就是统筹层次比较低 所以将来呢 还是要不断提高统筹层次 先做好真正实现审计统筹 然后再做全国统筹 分析人士指出 化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 不仅要解社保缺口的进壳 也应成为改善国有企业管理的助推器 从而倒逼国企改革 探过深水区 而在开源的同时 节流措施依然不可松懈 需要加码研究 如何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 适当适时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因此在化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的同时 必须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结合起来 加快改革步伐 以改革完善制度 健全政策提高养老保险可持续性 为民众送上长效定心丸 现金贷风险突出 行业遭遇强力监管 所以无论从监管层 还是从行业层这个层面 那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和治理 都是势在不必行 中国现金贷行业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快速发展 设计的平台超过2000家 贷款规模接近1万亿元 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一些机构利用监管漏洞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 高利贷暴力催收 滥用个人信息 监管套利等等问题频发 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12月1日 设在央行的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与设在银监会的 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发布了 关于规范整顿 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随着现金贷监管新贵的落地 现金贷行业 无疑将会迎来大病局 大调整和大洗牌 那么在监管驱严的背景之下 行业未来的出路和机会 到底在哪里 欧阳良尼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 原建中商产业研究院院长 首席分析师 校园贷 砍头锡 不当催收 多头借贷 用户信息泄露等敏感问题 一再登上媒体头条时 现金贷行业不得不引起监管的重视 从紧急发文 教评网贷牌照新增批设 到现金贷监管新规落地 不过短短十余天 以雷霆之势 掀起现金贷行业 整肃风暴 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网络小贷牌照刹车 主要是与近期现金贷公司海外上市 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有关 原来的话 其实现金贷这个行业 在中国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并且央行也有所了解 那么之前的这个监管的部门 可能认为说问题不大 但是最近有一家 这个专业做现金贷的公司 应该是业内排名靠前的 那么在美国上市了 披露了这个上面的内容 高达十个亿人民币 然后同时他的这个上市之后 他的这个CEO也发表了一些 不太妥当的言论 照理说按照监管不一定 是不应该这样说的 然后他说了 而且说因为都是实话 然后这样监管机构呢 就开始深入调研 那么调研之后 可能发现问题比较严重吧 然后紧急的在各个领域 就开始这个收紧 现金贷的这个监管 现金贷企业的诞生 是为了满足消费者一种 短期小额的现金借贷需求 初衷是在缓解借款人 短期资金周转压力的同时 不给借款人造成较高的 缓缓负担 但实际上 当前热议的现金贷 一般是指这种贷款 具有小额超高期的特点 并伴有暴力催收现象 整个行业互联网小贷的牌照 相对来说很少 那么全国小贷牌照 或者说在进行现金贷的企业 达到了2693点 而真正有正规互联网小贷牌照的企业 或者说已经发放的牌照 只有242个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91% 近91%的在做现金贷 或者说互联网小贷的企业 它是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的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小额贷款数据报告显示 截至2017年6月末 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8,643家 贷款余额9,608亿元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313亿元 一个行业一旦参与者变多 粮幼不齐 问题就接踵而至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没有牌照的企业 它在经营呢 事实上是在这个灰色地带 是在这个灰色地带 那么它要么选去和 这个有牌照的公司进行合作 要么通过一些 这个合作的路径和方式 来进行它的这个小贷的业务 它是这样的 随着小贷业务的发展 小贷公司也会通过发行私募债 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获得资金 2013年之后 小贷公司资产证券化的大门开始打开 随着资产证券化备案制等政策的推进 ABS已经成为小额信贷资产 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方式 我们小贷的公司的管理办法 就允许它向银行借贷 然后同时这也是银行的业务之一 那么但是它的杠杆率是有限的 比如说在传统的规定底下 我有10个亿的注册资本 那我可能最多只能跟银行借10个亿 也就我刚刚就有一倍 OK 但是我们现在的有一些产品 比如说一些大型电商公司 发出去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它实际上是放贷之后 把这个贷款打包卖掉 然后卖掉它再重新再去放贷 因为资金就回笼了嘛 这个可以放得很大 我们今年以来 关于这个网络放贷 不光是现金贷 现金贷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那放出去的这个网络贷款的资产证券化规模 应该在2000亿以上 现金贷迅速发展的另一面 也说明存在很大的市场需求 而且现金贷业务本身具有借还款方式 方便灵活 快速到账等特点 一些以大数据风险控制为基础的金融科技公司 的确是为被排斥在传统金融市场之外的人群 提供了金融服务 不可否认 现金贷在刺激消费等方面 实实在在的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 现金贷为何如此备受宠爱呢 如果说现金贷的暴力吸引了诸多投资人 而它又是如何被大家接受的呢 这些群体是需要钱的 我说这个群体中间有一部分是真的需要钱的 而不是拿来挥霍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如何为他们提供融资呢 我们的普惠金融经常逼得银行去做 其实是不符合银行的经营原则的 因为银行他的钱贷出去 银行要为他的储户和他的股东负责 他不是慈善机构是不是 所以的话小额贷款公司 现金贷款公司是有他存在的基础的 那么就是如何让他合规经营 这才是我们监管机构要做的事情 李先生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基于场景 提供消费分期的消费金融公司 他告诉我们 民众对于这种小而分散的自己需求 还是很大的 关于叫勤网带牌照新增批设 他觉得是一件好事 使他更加明确了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的整个资金面 其实是针对于零售这块 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诉求 就是大家希望去做这种零售的业务 但是只是说我们怎么去找到这种优质的资产 其实就是说连接资金和资产 通过科技的手段 能够更快速更高效的 能让他们进行一个匹配 在下一步 那怎么能更好的在合规的框架下 去发展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侠义消费信贷中的信用类消费信贷 基本都是传统商业银行 大型支付 有场景的互联网平台发放的 一般与场景密切联系 本次的通知一大核心就是有无场景 但是也没有明确何谓场景依托 这很有可能会成为行业机构 争取生存空间的突破口 那目前来看呢 基于场景的消费信贷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一块呢 它的第一 它的这种贷款用途是明确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真实的场景 做好相应的这种分控 行业也有不少机构呼吁 对于不具备放贷资质的 应立即停止非法放贷行为 具备合法放贷资质的 应主动加强自律 合理定价 确保息费定价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才能确保行业健康发展 所以现金贷的行业 必须要自律的行动 要不然等监管风暴来的时候 这个行业的存在 都可能是一个疑问 所以我觉得要有规矩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现金贷这个业务 放在我们的规矩 和框框里面来进行 这个运转的话 对社会是有好处的 那么一味的就想把它 强行关了这个不对了 目前市场上 从事现金贷业务的机构 资金来源主要包括 自身资金 从银行 金融机构获取的 铸贷以及上市后 获得的资金来源等 其中从银行 及金融机构 获得的铸贷资金 成为大多 现金贷机构的 重要资金来源 此次暂停通知下达后 业内猜测 现金贷业务的 铸贷模式 是否会被叫停 成为关注的重点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 舆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导向 就认为 只要是非银行的贷款 就是邪恶的 就是不对的 但是你要知道 当我真是需要钱的时候 其实银行 它的贷款标准是非常高的 那么很多人是借不到钱的 那么我们现在网上进行了 很多的供应链金融 那么进行了电商小贷 分期付款 包括我们信用卡 信用卡贷款率就很高的 高到18%到24% 但为什么没有人去 指责信用卡的 因为它是合规的 它是合规的 那么所以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网络放贷里边 现金的只占一小部分 那么大部分的贷款 都还是合规的 在这个新时代 消费者信贷会在推动消费 带动经济发展中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无论从经济发展需要 居民杠杆率 还是消费信贷风险来看 消费信贷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整个现金贷市场上 真正造成嗜血高利贷 暴力催收等行业污名的 超短期小额贷款业务 其占据的市场份额并不高 尽管新规在持牌要求 成本上限和资金来源等的 三方面的举措 可能会迫使一部分现金贷公司 收缩业务甚至是退出市场 但是这样的调整 是实现健康发展的第一步 行业秩序重现之后 有效的风险控制 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链 和阳光透明的行业生态 才是真正的未来方向 才能够让现金贷 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土贵金融